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一个来自于微星的一个J97的主板 这一款主板也算是当年的高端主板了 当年买新的也要一两千块钱 用了这么些年 橙色也还可以挺新的 OK先给大家装上电源 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接上电源之后呢 我们按下开关 主板不上电 电源风扇也不撞 主板没有任何反应 我没有装CPU 那我们给它找一个CPU装上去看一下 有些主板的话不装CPU是不能上电的 它主板要检测到CPU之后才能上电开机 给它随便找一个1150的CPU装上去再看一下 还是一样依旧是不上电 电源的风扇不撞 所以这片主板的故障就是不触发了 不触发就按上电时序来修 英特尔的三电时序也很简单 无非就是Io在南桥 在Io在电源 然后就没了 先测量Io芯片发给南桥的触发信号 可以按照点位找到这个对应的引脚 可以看到在按下开关的时候会有一个下拉动作 所以Io芯片已经发出了触发信号给南桥 下面就要轮到南桥了 南桥很南 南桥在收到Io芯片发过来的触发信号之后 自身待机条件正常的情况下会发出S3信号给Io芯片 同样也可以在Io芯片的对应的引脚上面测到 哇 这个已经有3.3V了 说明南桥也发出了上电信号了 看来还是Io的问题 那接下来Io芯片就会发出PSON信号 拉低电源的滤线 这样电源就可以输出各路电压了 这边测到Io芯片这个引脚已经是0V了 已经发出了这个信号 那为什么还不工作呢 电源测一下电源这边 电源的PSON引脚还是5V的电压 没有被拉低 OK现在知道什么问题了 肯定是断线了 Io芯片发出的PSON信号没有给到电源 导致主板不上电 接下来只要找到断线的地方就可以秒杀了 我对着这块主板是仔细观察 正面反面都过了一遍 遗憾的是没有看到哪里有断线的地方 也没有看到哪里有发霉腐蚀的痕迹 没办法了 索性就来一个大方一点的解决方案吧 先在Io芯片的背面找到这个信号 然后给它飞一根线出来 另外一边在电源接口的背面找到对应的焊点 给它焊上就完事了 OK搞定 最后再把飞的线固定好 避开所有的螺丝孔 OK这样的话一根价值100块钱的飞线就到位了 再给它接上电源来试一下 这根线能不能值100块钱 主要取决于它能不能让这片主板重新工作 按下开关不出意外 主板已经正常上电了 这个风扇也撞了 OK给它装上内存显卡接上显示器 看一下能不能点亮屏幕吧 随着整段卡逾越的代码 屏幕也被成功的点亮了 这款主板的开机logo还是挺好看的 一条龙 开机之后正常进入了BIOS 也没装硬盘 那这个主板就算修好了